小燕老師 一定有人來請你們 你今天和我嗎 通常依我的經驗來講 就是有 依你的經驗 真的嗎 就是我之前 是不是 客人 不是啦 依啦 你自己也是有啊 有喔 那個來的那個小生 一個比一個還要強勢 然後我都 一個比一個 意思是好幾個 如果要精算的話 大概陸陸續續 大概就是有十幾個 你以為這裡保險公司還要精算 要啊 因為我想說到底有幾個 有幾個 有幾個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啊 夭壽 暧昧的還蠻多的啦 那十幾個女生 最年輕期 大約幾歲 最年長幾歲 最年長的 我記得我離開了那一個 最後一個壓倒性的那一個 他其實大概大我有足足八歲 那時候他已經快五十了 五十歲 那你老公幾歲 當時 當時三十 三十幾 三十八 好 這個三十八歲 對不對 當時他三十八歲 差不多 然後那個是 外遇那個是女生快五十歲 這差不多 對 那是亞瓜 你稻草的最後 最 亞瓜 你漏國的最後一個稻草 對 最主要是那個什麼 對啦 就是因為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年紀 已經很大了 然後再來就是 女生 女生年紀很大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當天晚上會讓我覺得說 天啊你們兩個聯合來騙我 然後後來就是當我打開工作室 那一刻的時候 哇塞天啊 你們在床上幹嘛 不是在床上是在那個 不是以前不是有那個什麼沙發 沙發裡他是床式 變成我想說 沙發 對 後來被你抓到 就直接打開門 然後我想天啊 兩個光光 然後我就扔在那邊 我說你們都先坐好 有穿衣服嗎 都先坐好 沒有 沒有啦 你叫他們坐好 他們可以穿衣服嗎 不行啊 不行啊 現行犯啊 你死不怪 然後他們兩個就非常尷尬 我說我們不是故意騙人 我說所以這個意思證明是什麼 沒關係啊 那個什麼 你就把那個所有遺產 什麼的 或者是有關什麼房屋 有的先拿出來再說 那女生的話沒關係 你先坐著 我待會再跟你好好聊 我當時是這樣 因為前面有很多前車之鑑 然後後面的話 我想說覺得我不行了 對 但是我還是忍住 忍住那個那個什麼憤怒 你覺得你老公被你抓那麼多次 為什麼還一直一直這樣 其實被我讓他們抓那麼多次 是因為沒有就直接 直接斬斷的語言 是因為中間真的是為了小孩 對 那小孩那時候很小 然後再來就是那時候 幾個 你有幾個 我只有一個而已 然後再來就是會想到說 以前的公公對我們那麼好 然後再來事業正在高峰的時候 突然間 事業正在高峰 對 那我的部分的話 想說已經站那麼高 不可能就因為這個事情 又跌下來 那那就是很多東西 沒有辦法一下子 去可以想清楚的 是沒辦法的 那我自己平常時 又要 要諮商別人 所以那個心情當時很複雜的 你心情很受傷 可是你又要去諮商別人 對 然後有時候來了 全部都是小三的時候 我就想說每一天要面對你們的心情 那我應該站在哪個角度 其實我那時候有一年的時間 我幾乎都是要偷偷地要喝酒 然後才能夠諮商 因為我平復我的狀態 對 那你喝什麼酒 威士忌 喝多少 一天一罐 一瓶 還不會醉 這量很大耶 一天一罐 你知道 一罐威士忌 現在是大概七百莫 標準的 對 我就慢慢喝 然後威士忌 叫威士忌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酒精度 一定要四十度以上 對 你知道那個是多濃烈的酒 對 可是我想喝醉 但是喝不醉 因為我自己本身壓力很大 對啊 我是一直喝 喝到就是有一次 就是他們 他們可能已經忘了 我想一下 就是說那時候 我有一次喝到比較嚴重 喝到現場 然後差點要叫我救護車 我全身驚軟 然後後來我那個我情婦 那時候那一刻講說 好 你 你不要再 不要再能夠 我知道我錯了 你好好的放鬆 因為那時候覺得 那時候應該開始要 對 因為那時候已經 已經無法控制我自己了 可是我白天要好好的 面對我的任何的諮商的客戶 對 可以說你硬撐出來的 白天是你硬撐出來的 所以 對啊 對啊 所以就那一次之後 我先生那時候稍微停止 可是當我比較好 他覺得說 就是稍微安撫我之後 那我就可以就是 好好的不要離婚這樣子 後來我真的還是一樣受不了 我說該要講的 該要理的 我們就簽一簽吧 這樣中間前面從一年發生 一年內這麼多期 然後到第二年人到第二年的時候 你再不離婚我就跟他拖 他都跟我拖 然後這樣總共花了兩年時間 他才願意簽字 當你的客人是小三 來找你的時候 你都怎麼說他 因為你最痛快的就小三呢 我會站在他的角度去評估說 你這樣的值得愛嗎 去分析 就是譬如說 就是這個男生他有家室 可是這個家室的部分 太太基本上是真的是不愛 還是怎麼樣 還是這個男生在騙你 因為很多個案的部分 心理狀態跟先生都不太一樣 我還曾經遇到 就是一個先生 然後帶著大老婆跟小老婆過來 然後那先生講說 就是老師你幫我看看 我的大老婆跟我的小老婆 我應該怎麼擺平他們兩個 也是有啊 十分辛苦 沒辦法拍 所以就是什麼樣的狀況 都是有的 你認識什麼笑容 這是怒吼 對 有時候心裡也會覺得說不平衡 想說你這個男生 你怎麼可以一次就是顧兩個 那兩個的部分 為什麼女生甘願 對啊 可是我就覺得說 身為老師還是好好的 就是解決你們的問題 但心裡還是會那個 你哭嗎 一開始大概有哭了 將近連續三天 小孩子先給長輩帶 自己關起來 可是我覺得不行 可以逃避 對 三天之後 我覺得眼淚哭乾了 就不再哭了 對 我意思是說 那你老公為什麼會覺得 可以一個接一個 那時候他就覺得說 可能我們比較忙 他就覺得說 是你不給我的 用這個理由 對 可是不是沒有給他是真的太累 小孩子 他撐事業 我覺得不是我要去當女槍人 而是真的是家庭 還有小孩 你還要面對公公婆婆 對 可是他只顧他自己的工作 當然他也很辛苦 可是只是說我們人在疲累的時候 沒有太大的性質 對 所以你一直拒絕他 其實也沒有 就是就是有時候該給還是給 但問題是 就是該配合 還是要配合 對對對 這夫妻 但是後面的話 我覺得他一個是因為覺得 他人生在世界高峰的時候 他覺得說 他可能又帥 然後口才要人緣又好 可是開始就還是會有盜追責 他以為他是單身 你老公很帥嗎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還好 對 那你覺得他優點是什麼 不然怎麼吸引那麼多女生 對 腦袋好 口才好 辯論高 很會辯論 就是辯論一些 就是常常用一些話題 然後放在FB 然後就很多人討論這樣子 就另類的隱藏式的網紅 可以這麼講 確保你怎麼看他老公 怎麼有辦法這樣子 十幾個外遇 其實我覺得他老公 可能是屬於那個心理上 從這個過程中 得到很大的滿足感 跟成就感 對 就是成就感 他很有成就感 因為 那是一種征服 對 我覺得是一種征服的一種 而且也提升自我價值感 你看這麼多人崇拜我 喜歡我 然後非我不可 那那個其實是還蠻高的 那種肯定 因為像我曾經有聽過 有人就是說 他們也是有非常多的情人 那他們曾經跟我講過說 當他可以很輕易地打開一個人 包括他的感情 心理 包括他的衣服 可以輕易地打開一個人的時候 他覺得那個時刻 他覺得內心會覺得自己很有魅力 自己很厲害 自己跟一般的男人不一樣 所以那個會讓他不斷地想去征服一個人 然後打開一個人 然後有一點像他胸前勳章把越掛就越多 一整排 然後他不會覺得愧疚感 他就會覺得自己很厲害 後面有一道光 那你打開那個電腦裡面那麼懸屍 會在你心裡面留下陰影嗎 其實坦白說不會是不可能的 對 然後就是打開 會常常想到嗎 不會 因為我覺得好噁心 就是太多了 太多了 那你會想要再有婚姻嗎 不會 我覺得這樣一個人很自在 因為有時候要禁修很多東西 然後就是不會 我覺得說工作跟還有就是禁修 還有交朋友 我就覺得很開心 那你跟老公結婚幾年之後離婚 剛好七年 他養了啦 對 真的養了很大 七年之養 對對對 他有再婚嗎 目前沒有 但是聽說他有過 已經有開始感情穩定 交往一個對象 我也是祝福他 並且是孩子的爸 所以你們因為孩子 這個事情還有在聯絡嗎 還是會有 不過覺得說 你就好好 我只是跟他講最後一句話 你遇到這個人 請你好好善待對方 因為對方很乖 因為他 我離婚之後 他就是已經後悔 晚會 不回來 他後悔了 他有後悔 然後就大概繞了一大圈之後 玩了這麼多 其實他覺得說什麼東西要是 他也可能玩累了 那後來他就是後悔的這個期間 他就有一直不斷的就是 你幫我看這個女孩子到底好不好 叫你幫他看 對啊 然後有大概幾個 然後我想說你們好奇怪 還有那個正在 譬如說就是我上次講的最後一根 搖到道場那一個的女生 那個五十塊五十歲那個 對 然後我那時候剛離婚完之後 他還跑來給我諮商 他來找你 好怪喔 對啊 你明知道他是你破壞你婚姻的人 他還來找你諮商 他對啊 然後他就覺得說 那個我覺得當初你離婚是對 因為我覺得快受不了他 他是來跟你抱怨 對 算是沒有抱怨 他有收錢嗎 當然有 要收啊 收很多 收就雙倍 對不對 小燕老師以前來上節目 都沒有談到這些 你今天為什麼放開講 因為已經事件也是也夠久了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不敢講的原因是因為 顧慮到就是以前前公關那邊講 因為我怕是小孩 但小孩是覺得說 離婚是你們大人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說 那過去他總是要去面對 離婚多久 離婚 哇 這個應該有超過 我屬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差不多剛好十年 離婚十年 十年 十年 OK 好 不過這個他老公三十八歲 當時也是年富力強 對啦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